當初會走向休閒農業這條路 因為當初會走向休閒農業這條路 其實是心裡有個願望就是希望說 結果休閒農業這個平台 能夠讓更多人來親近農村 今天我們有一道料理叫做味噌湯 我們來加金針華看看好不好 能夠帶他到我們的菜園裡面去 去了解我們友善耕種的過程 然後可以讓他親自去採取食材 然後他知道說今天吃的這個食物 他是安全的 因為我有讓他自己親眼看到他才相信 我們的目標是希望說 把我們農場每天產生的廚餘 能夠藉由黑水蒙一個有效的轉化 他不會浪費 剛剛跟你們介紹的黑水蒙的幼蟲 現在請你把嘴巴張開 沒有 不是要你們吃 是要給雞吃的好不好 來 有沒有 他是不是很喜歡 而且他都認得他每天吃的黑水蒙的幼蟲 去跟雞去互動的時候 他就知道說原來要有快樂的母雞 才能夠生產出健康的雞蛋 我們的米有很多種有沒有 你們像我們每天吃的白米飯 是蓬萊米對不對 幫我把它分辨一下 先讓他先從稻米的一個生產過程 然後讓他自己能夠煮出一鍋好吃的飯 好 另外的米 來剝看看 還溫溫的有沒有 對啊 那親近農村最重要的一個目的是希望說 讓農村那些即將失傳的那些美好的東西 能夠延續下去 因為金針呢 他的花蕊 你沒有把它捏掉 待會下去煮 他整個會變黑魚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待會把他的這個熊蕊的地方把它捏掉 大溪這邊其實最有名就是我們的 豆腐豆干的產業 那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在地食材的概念 給他導入進來 藉由這個料理的過程 他能夠去了解這些食材的精神在哪裡 好好吃的感覺 哇 超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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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酷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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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想我有讓更多人喜歡農業 那知道農業是很快樂的 才會更多人回到農村裡面這樣 然後能夠好好地享受 他在這一天當中一個美好的生活